这个老头正抱着一个肤白貌美的美人听戏,拍一拍美人的肩,他便知道自己该换一条腿做了,可姚老爷在轻声细语哄着,美人却始终面无表情,这又是为什么呢? 民国初年,在宫里当差的姚公公被遣返出宫,因出宫是携带了大量金银珠宝,回乡后姚身一变,成了富甲一方。 有权有势的姚老爷还买了年轻貌美,简直可以当他孙女的桃花,做了正房太太,这天听闻万圣般有套宫里流传出来的皮影宝贝,姚老爷说什么都要弄到手,用一百大洋半抢半买,拿走了三部老皮影,分别是白蛇传,黄河大镇和人面桃花。 搬住万师傅,虽万分不愿,但得罪不起有钱有势的姚老爷,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老皮影被抢走。 可刚走出门口的姚老爷,却被万师傅的大徒弟满天红拦住了,常年跑江湖唱戏的人口舌功夫了得,因为皮影戏被拿走,他遭到祖宗们托梦闪耳光。 三言两语就将姚老爷一众枪回去,顺势拿走皮影,大摇大摆地走了,这一幕被坐在轿子里的桃花看见, 这样与众不同的满天红不禁让他多看了两眼,事后姚老爷反应过来,当然不甘心,既然明抢不成,那就来按的。 他打听到满天红好赌,便安排手下狗儿去和自认枪法不错的满天红比赛,狗儿先是给他放水,然后才使出真本领。 满天红一输再输,最后还背着人将三套皮影都输了进去,但姚老爷还不满足,他将万圣班请到家中做堂会, 戏台打好,好戏开场,桃花神情木然地走来,自然而然坐在姚老爷腿上,万师傅拿着戏折子,请姚老爷点戏,姚老爷直接点了一出黄河大镇, 戏班弟子一阵忙活,却不见这套皮影的影,姚老爷又陆续点了白蛇传和桃花奶奶最想看的人面桃花, 众人在幕后翻墙倒柜,还是不见相应的皮影道具,这下戏班顿时乱了套,万师傅大发雷霆,甚至对徒弟们动上了手, 一旁的满天红则眉头紧锁,看着乱作一团的万圣班,姚老爷冷笑着说道,问问满天红吧, 看着姚老爷皮笑肉不笑的一张老脸,满天红总算是明白了,自己这是落入圈套了, 万师傅听闻真相,也是气得牙痒痒,但他更怕的是,满天红无疑是被姚老爷记恨上了, 班主又气又急,踢了满天红一脚,勒令他下跪道歉,满天红一时不察, 量抢一番,静止趴到地上,这滑稽的样子,让一只冷着脸的桃花一下笑出了声, 这一笑简直把姚老爷的眼睛看呆了,同样被他的笑容蛊惑的还有满天红, 姚老爷忙问他还想看什么戏,桃花这时, 不冷不热地敷衍着,他就想看人面桃花,姚老爷不想拿出得手的宝贝, 便为难地说皮影烧掉了,现在唱不了,桃花也没借脚,站起来就离开了, 这个有钱人家的傅太太和一个男人在野外拉拉扯扯, 双方不慎摔倒,也不知谁先开雪,两人就地打起了扑克, 话说姚老爷把万生般留下,给桃花姐闷,桃花意外从狗儿那里得知, 自己最想看的人面桃花皮影没有被烧掉,姚老爷继续陪桃花看戏, 也许因为年岁已高,只一会儿便觉得浑身乏力,体力不值, 先回房休息了,姚老爷一走,满天红系上心头, 他推走失地,自己操作起来,桃花定睛看去, 那演的内容分明是影视自己和姚老爷的, 对这以大胆之举,他感到有些吃惊, 干脆站起身来,走到幕布前仔细观看, 满天红用戏曲段子来映射姚老爷, 黄头都快摸到脖子下了,身体也像石头一般冰冷僵硬, 看着桃花隐忍的模样,满天红心中生起一股恶趣味, 大声唱桃花貌美多情,惹得他辗转难眠, 说他因百家美女之常留下会见了也动心, 满天红一副好嗓子越唱越起劲, 桃花听着却渐渐笑不出来, 他恼怒质问满天红,这是哪一出惹哭了桃花, 满天红输掉皮影的怨恨,这才少了几分, 但却丝毫没有收敛,继续聊不着桃花的心弦, 这一出戏叫《智取桃花记》,班主看不下去了, 举起板子隔着幕布就打了起来, 后面满天红的嚎叫声传来, 引得桃花破提为笑,深夜桃花难以入睡, 想起看戏时发生的这一幕情景, 看着眼前的这个糟老头子更甘内心悲凉, 面色如霜的呆坐了许久, 第二天,桃花和满天红在宅子里遇见了, 桃花再次提出想听人面桃花, 而这套主打男欢女爱题材的皮影还在, 满天红当即承诺, 只要桃花能将皮影拿出, 他一准唱给他听, 临走前和桃花约定好, 明天在芦苇荡见面, 桃花心中躁动不安,满天红的火力使他沉沦, 所以第二天,他真就拿着皮影去赴约了, 在他看来, 两人已经是狼有情妾有义, 桃花将皮影交给满天红, 面对满天红提出的报答, 只提了个要求, 坐在他腿上的要求, 满天红爽朗答应, 桃花颤颤巍巍地坐上去, 感受着眼前男人蓬勃的生命力, 那是和坐在姚老爷的腿上截然不同的感受, 情难自已的桃花抱住了他, 却不想皮影已经倒数的满天红推开了他, 表示现在应该账目两清了, 桃花这才察觉自己受了戏弄, 痛哭着大骂满天红无情无义, 还泄愤般地扯掉了满天红洗干净的皮影和木布, 为了阻止桃花, 满天红从身后拦腰抱住了他, 两人倒在了地上, 满腔的情谊犹如星火燎原, 桃花回过神来, 给了满天红一大嘴巴子, 起身跑开, 却不想没走多远, 就撞上了姚老爷, 姚老爷心知肚明发生了什么, 命令狗儿将满天红手里的皮影拿回, 下去一把火烧了, 晚上姚老爷对满脸忧郁的桃花道出了实情, 当初买它, 既买了它的身, 又买了它的命, 自己入土的时候, 就是它陪葬的时候, 桃花是又怕又恨, 这个姑娘打扮的傅太太, 和一个手艺人相爱了, 两人一番干柴烈火后, 女人才说出丈夫不能人道的事, 而她一直都是在守活寡, 第二天, 满天红来还辈子, 看着桃花因为自己受牵连, 忍不住自责, 她郑重地下跪, 向桃花承诺, 今生今世欠她一折戏, 8月15的庙会上会给她唱整本《人面桃花》, 满天红向来说到做到, 既然皮影被姚老爷烧了, 自己就再做一套出来, 但仅凭她一人, 连压制黄牛皮的第一关都费尽无比, 班主挖苦她是色鸣心窍, 可满天红不管不顾, 咬着牙坚持, 班主看不下去, 便受益徒弟们上前帮师哥的忙, 总算成功地做出了一套出来, 终究转瞬即至, 满天红在庙会上苦等了三天, 终于盼来了一身姑娘打扮的桃花, 那是桃花为了见她特意穿的, 就像戴子龟中的姑娘, 偷偷来见自己的欣赏人, 她马上开始了表演, 一扬顿挫的曲调, 喝着满含深情的嗓音, 赢得阵阵喝彩, 桃花更是感动得热烈盈眶, 但很快姚府的伙计们就举着火把巡来了, 满天红拉着桃花就跑, 最终停在了一处茅草房里, 请到身处的两人, 彻底将生米煮成了手饭, 闻存过后, 桃花才说出了实情, 姚老爷本就是前卿的太监, 根本就不能忍到, 自己终于知道做女人的滋味了, 满天红听着桃花的遭遇, 为她被荒废的韶华深感不止, 当即决定要带她远走高飞, 还许诺为她唱一辈子的戏, 桃花牵着满天红的手, 爬过山坡向远处逃走, 她以为离开这里就能和满江红长相厮守, 可当他们找到戏班时, 才发现姚家人早都封锁了黄河渡口, 直到姚家拳大势大, 他们根本无法与之抗衡, 班主跪着祈求桃花奶奶回去, 不要再跟着满天红, 放他们一条生路, 娇生惯养的奶奶和跑江湖的戏字, 本就不是一条道上的人, 无奈满天红只好将桃花的遭遇 河盘拖出, 桃花回去只能是死路一条, 班主终于理解了这对苦命鸳鸯, 看着前方出现的姚家人马, 班主让满天红带着桃花赶紧逃, 人走出没多远, 就看到姚家人将戏班的师兄弟都带了回去, 满天红担心便想回去救人, 他也知道这一去凶多吉少, 只好说些绝情的话, 挣脱了祖兰的桃花, 故作洒脱地离开了, 可惜的是还是迟了一步, 带自己亲如生子教他唱戏学艺的师父, 已经被逼得撞死了, 而姚老爷显然也没打算让他活着离开, 命人将他倒挂起来, 让毛驴拖着碾子在他下面转悠, 一圈又一圈, 满天红渐渐体力不值, 双手被碾子划得伤痕累累, 恶毒的姚老爷, 竟然命人将他的手泡在盐水里, 又将药水灌进他的嗓子, 车里毁了他赖以生存的本领, 直到桃花出现在门口, 直到姚老爷看中的就是他的一张脸, 砸碎茶杯, 用碎片划伤自己的脸, 逼迫姚老爷放了满天红, 姚老爷怕桃花继续滑下去, 赶紧命人放了满天红, 埋葬完师父, 因为嗓子被毁, 满天红和师兄弟们烧毁了唱戏的家当, 绝尘而去, 一年的时间很快过去了, 姚老爷带着狗儿出行的途中, 扑遇一对土匪的拦截, 带头之人正是满天红,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他就一个要求桃花, 碍于枪杆子, 姚老爷只得答应, 第二天, 满天红迎来了他的新娘, 可当他满心欢喜地揭开盖头时, 胶子里一身素衣的桃花早已弃绝身亡, 原来对生活失去希望的桃花, 整日郁郁寡欢, 早已渗染重病, 他缓缓地转身离开花轿, 令人给桃花换上红装, 突然正在发呆的兄弟们, 听闻身后传来唱戏声, 是满江红用嘶哑的嗓子, 唱着桃花最喜欢的人面桃花, 如今桃花已过, 私人不在, 故事在苍凉激昂的唱曲中结束, 留下一段悲欢, 一声声揉进唱段中的唏嘘和晚叹, 有一点首歌, 失败了 好